你还知道回来 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 老婆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怎么了吗 别停 我嫂子要回家了 再怎么着 也得吃饭吧 等会儿 我亲自给你下厨 算了 我累了 不想吃 这公司太忙了吗 自从云州住私后 公司就一月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饮食公司 业务越来越多 当然吧 看来这个 肖家儿公子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你什么意思 吃醋了 我就是吃谁的醋 也不会吃肖家儿公子的醋 莫名其妙 对了 我哥和嫂子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我倒是有个办法 那就让他们离婚 什么 离婚 你说什么呢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亲哥 就算对我再不好 又不能把他走 你那个哥咱且不说了 就你那个嗓子 活生生一个母老虎 他们俩都不是成熟的灯 别贫了 明天你看我的车去接他们 什么 你还向我丢人呀 我就挺瞧不起你的 你瞧不起我 你还嫁给我 我勒 别闹了 你明天看我的车去接他们 别忘了 好 少爷 您是要开了墨基尼过去吗 这大中午的太张扬了 那奔驰 就没有便宜点的车吧 少爷 奔驰已经是我们车户中最便宜的车了 嗯 这下看着果然低调多了 哥 嫂子 你就不能快点你 就等了你十分钟了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你看看我腿都冻麻了 哎呀 人家倒是想快呀 奈何 哎 这跟我传有关系的 怎么没关系啊 自从新月找了个瘸子当老公 连带着我们家都被人指指点点 看什么看 木头似的 还不搭把手 哎呦 哎呦 现在什么时候换了车 这车得一百多万吧 哪来的老公 我也看看 啊不啊 我说得没错吧 我妹妹绝对有钱 车钥匙给我 哥 还是我来吧 你有车本 要你管 这车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一个追去 这车会倒成积极的 墨镜什么墨镜 这车是我妹妹的 你一个吃晚饭的 肯定有什么关系 车钥匙给我 嫂子 你先坐 咱们一会儿就吃饭 吃什么 我吃吃饭的 等这事过去了 你最好给我交代 老公 原来你妹妹这么有钱啊 那必须的 妈 咱们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 大概呀五千万吧 我跟你说 得干妈死了 这套房子呀 就是我的了 那你觉得 妈什么时候会死啊 什么出手啊 你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哎呦 你一个坠绪到神机起来了 老公给我教训她 哎 怎么了 跟一个肺腹生什么气啊 过程 还不过来 倒茶 妈 我去吧 我来吧 你跟妈聊天 妈 有点小事 想和您商量一下 您看 我和文轩结婚的时候 她也没有给我买车 要不然 妹妹的车就 什么车 你什么时候买车了 妈 那是 妹妹啊 你年龄太小 不适合开这种车 给我开吧 一辆车而已 我做主了 妹妹 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这个车呀 我做决定了 就给他们开了 谢谢妈 妈 妈 那不是我的车 是顾晨的车 怎么还给他们辆车了 她一个瘸子 配开这么好的车嘛 对呀妹妹 就算你再有钱 也不能给男人花钱啊 何况她一个赘婿 她配嘛 对呀 当年买她回来 就是把她当赘婿 当种猪传龙接代 那是顾晨用自己的钱买的 和我没关系 她有钱 她有钱当初 连彩礼都不给 对 要是当初这个肺部给点力 把彩礼给了 我跟我老婆啊 还多给人彩礼钱呢 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闭嘴 这是你哥你嫂子 一家人能说两家话吗 这个车呀 我就做决定了 给他们开了 谢谢妈 怎么了这是 瘸子 来 把茶给我倒上 泡个茶都这么久 每天出了吃就是睡的 赶紧给我滚 看着你我就来气 你先回去吧 我等会儿和你说 你怎么在我房间 你嫂子不是来住了吗 我怕已经在他们休息 而且 之前的房间也不让我住了 那你也不能住我房间 那我去街上找个桥栋住 平嘴 哎 今天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妈今天把你的车 拿去比彩礼了 不过你放心 你买车的钱 我会转给你的 不用 一辆车而已吧 一辆车 几百万的车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又把众领充胖子了 还有 你不生气 我干嘛要生气 她说老婆 我们是不是该睡觉啊 去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睡地板去 好好好 我去拿被子 硬不硬 啊 什么 你硬不硬 啊 这个不好说 我是问地板硬不硬 硬硬硬 特别硬 好了好了 你上来睡吧 那我上来啊 注意你的身份 主要是 我上来 就是 你 你 说 老板 今天那个环球小姐就到了 环球小姐 什么环球小姐 找你的环球小姐 找你的环球小姐去吧 妹妹 老婆 你听我说 屁个屁 老婆你听我解释呀 老板 听得见吗 环球小姐 听得到吗 环球小姐 妹妹 哥 你出发去云州集团了吗 马上出发了 哎 我叮嘱你几句 合同不合同的不重要 主要是千万不能给公司抹配 嗨 我可是亲哥哥 我能看我亲妹妹 放心这事 我一定给你做的票票来量 保证完成任务 好吧 哎哥 我再跟你说几句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就这样啊 哼 女人 就是啰嗦 哼 等这个合同到手了 嘿嘿嘿嘿 你这公司早晚就是我的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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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谁啊 我是来你们公司谈合作的 把你这个领导叫出来见我 你有预约吗 预约 知道我谁吗 这预约 让开 你是谁我我不知道 但没有预约 你是不能进去的 我跟你说啊 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来你们公司合作 是给你们公司面的 把你做的叫出来 走开 麻烦你速度离开 不要动动脚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 令文轩